鬼月这样必购屋入错居家免薪金 农历七月鬼门开好兄弟放大假 怕紧扰四处游荡的好兄弟 所以一般不在鬼月搬家入宅动工 那有些小佩婆能让你在鬼月购屋入错 必开禁忌 等到我们下定金了 那鬼月已经差不多快过完了 所以农历八月的时候再找个好日子 再来正式签约过户 桥迁 那开开心心的住到房子里面去 农历六月底的时候 找个适合动工好日子跟时辰 赶快用这个圆锹或者是铁锤 将土地或房子的四个角落各敲三下 表示说在六月的这个时候已经动工了 许多的家具行电器卖场 都会在这个七月鬼月充这个买器来促销这个活动 不妨把这个家里的家具家电利用这个时间 一次下单溢价够主 可以省下一大笔的钱 那居家环境中又有哪些禁忌 除了常见的晚上不要晒衣服外 还有别在窗台或门口挂上风铃 这会让好兄弟以为有人在呼唤 就团前来开趴哦 另外若在门口挂上灯笼 在黑夜中就像一盏明灯 告诉好兄弟这边有东西可以吃 一旦发现没供品吃 反而会惹祸上身 以上虽不宜过度迷信 但宁可信其有 若想避开好兄弟的纠缠 这些禁忌还是能免则免吧 做好事存好心才是最重要的 地产中心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